七騎士 哈囉大家好我是波提今天要介紹的是 RPG手遊七騎士 這是原版七騎士的最新續作 劇情主要是在講述 降臨之日20年後的故事 由女主角萊娜 所領導的黎明傭兵團 為了尋找最後的七騎士 陸敵而展開冒險 整體劇情的呈現讓人感覺 很像在看電影一般 遊戲中英雄的選擇非常多樣化 總共多達46位 可攻蒐集 職業分為五大類型 攻擊型、防禦型、萬能型、射手型和支援型 其中大家比較有疑問的 可能就是萬能型吧 他算是一個攻防急遇一生 有著可觀的輸出 也有控制或是輔助技 算是選擇型障礙的人的首選 因為遊戲中沒有補血的水瓶可以喝 所以啊支援型的角色 在政文大會上可以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可以幫忙奶幫忙補血嘛 不過不用擔心的是 現在連續登入七日就有送傳說的 光之聖女卡琳 這是一個非常常理的支援型角色 不只能來還能復活全體隊友 欸不是復活全體耶 沒想過怪物的感受嗎? 初期啊你就可以同時控制四名英雄上場 甚至還有八人關卡可以挑戰 主要是依照各英雄的屬性和技能去做陣容上的變化 也會帶上你的寵物增加作戰能力 隊伍總共有15種編隊方式 包含基本快速和攻擊等等的類型 各類型還有分成前中後排 也就是說角色放在任意位置都會獲得不同的效果 除了跑遊戲的主線任務之外 也要記得一個蠻核心的玩法就是 放置心野外 左上角這個正方形點開就可以看到了 基本的一個操作頁面都在這裡可以找到 如果你發現你自己卡關了的話 就有可能是不是你忘記來野外一下了 要進到這裡呢是需要使用地圖的 這地圖是每5小時就可以獲得100個 所以都要記得來商店這邊購買 商店的東西就是會定時的刷新這樣 因為有掛機跟沒掛機啊 視差非常多的 這個放置心的副本可以獲得超多的經驗啊 金幣和裝備甚至是紅寶石 接著就是成長的副本也是很重要 有分成金幣靈魂石靈藥符文經驗值 都是每日必刷 另外還有像是無限之塔 就是一個塔塔的概念啦 每通過一個關卡就會給予獎勵 比較特別的就是通過指定樓層時 還可以解鎖額外的世界觀劇情 有點像是開彩蛋的感覺 再來就是決鬥場的部分 這PVP的模式分為一般戰和競爭戰 一般戰是隨機幫你配對敵人 競爭戰則是可以自行挑選對手 還有這個遊戲非常值得稱讚的一點就是 可以直接分解 不用再走到什麼附近的村莊找商人 減少了路痴迷路的風險 而且也省下了不少時間 這分解完的強化石啊 你還可以拿來製作成道具 所以基本上裝備是不用再另外花錢去抽的 因為你打怪跟強化石就能弄出來了嘛 最後來推薦幾個還不錯用的角色 獅人型的話一開始就有松梅莉莎 在初期來說的話是相當好用的 或是說你也可以選擇殺一 那最推的當然就是卡琳啦 畢竟全體復活真是有點變態啊 萬人型的話可以選擇吉拉罕 因為她的技能算是還蠻全面的 而且還有灼傷抗性 在打特定的Boss關卡上是蠻好用的 獅手型可以去選擇寇傑特 她的爆發傷害非常的高 技能竟然還可以無視敵人的防禦 防禦型可以選阿德爾或陸迪 兩個的適當力都是非常高的 有各種的全體減傷啊和增防效果 攻擊型則是可以選敏或是賽因 因為這種有壓制技的角色是會比較好拿來打Boss的 總結來說呢 這是一款有玩性非常高的遊戲 尤其是劇情的部分真的是做得相當用心啊 甚至語音也還可以去選擇日文或是英文的 還有各個角色我全都是香道爆 欸不是同時可以帶四個後宮出場 還可以這樣前前後後的編排 我只能說遊戲很懂玩家需要的是什麼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感謝大家耐心收看 謝謝你們喔掰掰